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星期一 从今天开始各个大专院校也都纷纷开学了 我们筹备了很久的校园美女 也在上个星期六开始陆续的要亮相了 今后在节目里面我们希望这些校园美女们 都陆续展现她们好的风度 好的美丽的面貌跟她们的才艺 同时我们希望这些校园美女们 同时我们节目还是以轻松跟趣味为主体的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有很多的特别来宾 很多位等一下再一一为您介绍 也请您期待 刚才我们说过的今天的特别来宾很多 那么我们先把她大名跟各位来报告一下 那么各位来认认看您认的几张面孔 我们先从这个排列的左边开始 一位大家比较熟悉的钱小豪 还有同学 各位朋友你好 还有林晓妮 刘志荣跟许慧思 好 谢谢五位 他们五位呢都显得出这个青春活力 那么我想观众对于钱小豪比较熟悉一点 因为钱小豪来上过节目对不对 对 不久以前到我们节目来过 今天是卷土重来 受到欢迎 我想这样子好了 他们人很多 我们请他们从钱小豪开始 一个一个地跟大家讲几句话好不好 钱小豪 各位亲爱的台湾朋友你好 我很喜欢你们 喜欢你啊 喜欢我 好 那么钱小豪你隔壁这一位呢 这是你童林小姐 童林小姐 好 请你自己讲 各位朋友你好 我是童林 你好 我是林晓妮 会讲国语也不错了 听说这个 刘志荣先生是香港很有名的电视 他国语可能也好一点 你多讲几句 是 是 是 各位国内的朋友您好 我叫刘志荣 好 另外是许慧思 各位朋友你好 我叫许慧思 好 今天非常欢迎他们五位来 那么听说这个 林晓妮跟许慧思两位小姐 不太听得懂国语 不太会讲国语是吧 你说呢 今天我让他们自相残杀一样 对 所以他们找了这个刘志荣先生 来帮他们听国语 跟这个回答题目 所以等一下这个刘先生的这个任务 就重大了 那么钱小豪没有问题 因为你参加过一次节目 有经验吧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 来我们给他们掌声 欢迎他们 对 观众朋友 等一下请您继续收看 强棒出集 对 观众朋友 今天我们的菜面游戏 有五位特别来宾一起来进行 好 那么 现在现场也有很多的观众朋友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了 我们在我们的观众席左边呢 有很多美丽的化妆师 也带我们这里来欣赏的节目 非常的欢迎各位 好 那么我们还是要请两边的 这个特别来宾来设定一个危险号码 好不好 这个钱小豪跟同龄是一族 不要乱按啊 光设定号码就行了 设定号码有没有 可以了 可以了再按 那个等一下再按 等一下再按 先按一个危险号码 结果刘志荣听清楚了 不要讲出来 重新讲 不能让他们知道 陆号 知道了 那是假的 假的 那个是假的 假的 再按 重新按 重新按 可以了 可以了 那么前脚也按好了是吧 好 现在我要问题目了 你们知道的话就赶快按那个0 一个红的 一个绿的 对了 好 那么观众朋友如果答对的话 待会给他们掌声 好 因为他们人数众多 我们就不分别加油了 我们来问第一道题目 第一道题目是个表演题 我想你们五位都没有问题 就是看看谁听得清楚最快 请模仿一下 在武侠剧当中 被人点穴的样子 有没有 好 刘先生 你要表演 你自己表演还是请他们表演 都可以 给他 给别人点穴 或者你点他们也可以 你点他也可以 不 哈哈哈哈 对不对 好 好 看 选号码 那个林晓妮不是被点的 他是被撞昏的 好用力啊 哈哈哈哈 好来 我们请千晓豪跟童林先来选 选号码 你就站这里选 好 那是按时了 你讲 讲 讲几号 五号 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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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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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过关 这个安全过关 这个表示安全过关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霹里啪啦狗 霹里啪啦狗 这表示安全 出现棒子的时候就出局了 还是出局了 好 下面两组的特别来宾 再注意了 当你吃了油腻的东西之后啊 常常会喝什么去油 尤其是我们中国人 常常在饭后 吃到很油的东西 你都要 刘先生又比较快 刘志荣 林晓妮跟许慧思 你们哪一位来回答 你们随便谁答 喝什么 呃 不打 开玩笑 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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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广东人 每天都要喝茶的嘛 下面 的号码 同龄小姐 我来选一个 同龄 六号 六号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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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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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们看七号是不是危险号吗 四 四 到底几啊 一二三四 四号四号 四啊 好好 他们的发音很相像啊 好我们看四号是不是危险号吗 太精彩了 叫你选七号 你要选四号 这个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谁设定 你们设定四号是吧 刘志荣 设定几号 是不是四号 四号 好那就没办法了 那就没办法了 哈哈哈哈 那怎么办 你们设定的几号啊 记不记得 你们自己设定的几号 我不知道 忘记了 这有高度的障碍 今天是自相残杀 一团乱 对 好 不过我们很欢迎这几位 特别来宾 尤其前小豪卷土重来 今天一棒子就马上选中了 哈哈 好那么我们再给他们掌声 谢谢他们来参加 我们现在有机会观众朋友猜三个题目好了 请这边美丽的化妆小姐们来猜第一个题目 好请你们先提供一点奖品 我们现在送给各位唱片还有蛋卷礼盒 跟百分之百唇果汁 好请问你啊 这个现在最大的鸟 是什么鸟 我们所知最大的鸟是什么鸟 来来这位小姐您说 鸵鸟 好 答对了 好 奖品送给你们 好 这边的观众我们送什么 这边的观众我们先来送蜂蜜香皂 清凉可乐跟肉松礼盒 有小朋友还有很多的同学 注意啦 注意啦 这个 请问啊 找一题比较这个的 在徐志摩所做的在别康乔中说 笑我 这一题你不会也不要哭啊 好 我先问这一题啊 在在别康乔当中说 我轻轻的挥手 招手做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什么 那位小朋友最快 新娘 新娘答对了 好 这边观众也来猜一题好了 我们送什么 我们来送清香纸巾婴儿奶粉 跟补虫季 好 请问 法国有一句谚语 其实你不管这个 你就想想看 知识一环应该怎么说 人如果没有朋友 就好像地球没有了什么 在我们地球上生活的人 没有这位小弟弟 你猜对了 你猜对了 答对了 好 我想你送给这位小弟弟 好 我们来进行 一路发168拿奖金 那么刚才我们去游戏 有点混乱 因为来宾众多 而且这个沟通有点障碍 所以这一次呢 应该想象也是蛮热闹的 所以他们有三个人出马 这个同龄小姐 专门负责加油的 那么这个第一棒呢 是这个刘志荣先生 他要来这个广东国语念 这个绕口令 同时来答是非题 第三棒要前小孩接手 你去提心吊胆一下 对 好 我们给他们一分钟 一分钟制定要完成 请刘志荣开始第一关 好 开始 怀态 Behavior 这个很激动 toi 水鬼 Twitter 鬼鬼祟祟祟 追随贝女 吵蝙 好 你吵架 你吵架 风吹灯灯灯 吹灯灯 Quading风吹灯灯灯 画臀灯灯灯 太棒了 好准暖 再去再去 这个二 她们来 不要慌 胰岛素通常是用来治疗胰脏炎对不对 什么东西 赶快赶快 你讲对或者不对就可以了 他讲什么 你不管他讲 对你对 申报综合所得税规定只能扶养两个子女对不对 随便快点对或者不对 对 广东 不对啊 广东话的云春和四川话的抄手其实都是指混沌对不对 对不对 对对对对 中国自大小说奇书除了西游记 水浒传 金蹄梅还有聊战意志对不对 错错错错 好 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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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一个牌子 好 钱想好 钱想好 好 时间到了也进行 好 继续进行 太紧张了 我们再 再记啊 要 不能碰到 从头 从头来 这次只计时三十秒啊 还十五秒啊 不错 慢慢来啊 再来一遍 好 还有五秒钟喽 我们这是特别有点 好 时间到 不能碰到 很成功 真不成功 来 写小孩的武功很好 这个武功不够 虽然他们没有得到奖金 可是这是我们的一路法里面最精彩的一次 所以我们给他们三个掌声 谢谢 谢谢 然后一位请继续收看 强棒出击 各位观众朋友 从上个星期开始 我们的校园美女已经分批的亮相了 今天这个时间 又是我们校园美女要亮相的时候 我们今天请观众朋友看 第二批亮相的校园美女 王美珍 政治大学 张淑华 海洋学院 陈玉文 淡江大学 黄敏玲 艺术学院 陈秀如 淡江大学 张淑卒 石剑家尊 王美雪 金欧商职 王美雪 金欧商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我们校园美女第二题次跟各位见面 那么明天我们同样的还是有校园美女要跟您见面 等到这些校园美女分批亮相以后 将来我们还会专门开辟一个特别的单元 每天让不同的校园美女出场表现她们的才艺 表现她们的机制 让观众更清楚地看到她们的美丽 同时希望各校之间也互相有所竞争 我们今天还有很精彩的特别来宾 请观众继续往下看 各位观众朋友 由于最近我们节目很多美女的出现 所以特别邀请了很多特别来宾 为她们讲究这个化妆术 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要结束了 我们最近的节目是相当热闹 观众朋友都不要错过了 明天晚间在6点30分之前 请您继续打开电视收看我们的《强棒出击》 再见 再见